再见马龙 中国拼鞋宣布最新选拔规则 前一哥或无缘亚运会名单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亚阿三的视频 给更多关注马龙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马龙这期很有可能无缘亚运会名单的事情 重手之后是在此前结束的新加坡大满冠比赛当中 马龙的是凭借个人能力的虽然说非常遗憾的输给了 樊振东 但是最终还是拿到了银牌 亚军 对他一个34岁的老将而言的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也得益于这次获得的好成绩的 也让马龙目前处于整个世界排名第2的一个名次 确实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按照这一次比赛出征之前我们国平教练组这边给出了一个选拔规则的话 他们是指出 如果说这一次世界第1的选手或说在本次大满冠 获得单打比赛冠军的选手呢将能够直接拿到亚运会的门票 如果说世界第1和这次单打冠军都是同一个人呢 那么第2个门票的话将会由世界第2的选手来获得 那么如果说按照这样的选拔标准呢 马龙本来是应该能够 去获得亚运会单打的第2张门票 但是就在最新那么随着中国拼协这边呢又宣布了一个最新选拔标准呢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标准来看呢 很有可能马龙这一次真的有可能了 无缘这一次亚运会的名单 那么目前根据中国拼协的宣布的最新选拔规则可以了解到 尤其是团体赛当中的有一条著名的 是非常引球迷注目的 就是呢我们看到在团体赛当中的他们规定有 其中一个球员的话 是必须了1999年出生的球员了才能够入选中国队本次团体赛的名单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标准来看其实已经能够看得出来了 国评教练组还是希望能够这一次 亚运会能够给到更多的名额呢 给到年轻球员去锻炼 给到他们的去更多一些练习的机会 因为我们知道下一个奥运周期的工作的已经是正式开始对国评教练组来说呢 肯定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一些国际机会给到这些年轻小将 让他们的提前找好状态找好感觉找好经验 以为了 之后呢在这个巴黎奥运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所以当时啊这个选拔标准出来之后呢其实很多球迷的已经开始担忧了 那如果说这一点呢证明国评教练组非常重视年轻球员那么像马龙刘苏仁这些老教呢 即便是排名成绩再好的很有可能也是无缘本次亚运会的名单 而且其实我们从之前的一些过往操作来看的话那么这一次马龙无缘本次亚运会呢 真的是可能性 极大了 除了这一次选拔规则之外的话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去年年底的这个视频赛当中呢 本身马龙打败了樊振东获得东京奥运会的单打冠军之后呢 他自己呢是能够拿到 视频赛的池头门票 但是最终呢他还是在个人社交平台当中的宣布自己放弃了本次视频赛的名额 把这个名额呢让给了周启豪等等一些年轻的球员 所以在当时很多球迷都替他觉得惋惜 而从这一点当中呢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呢 马龙其实已经认识到自己在国平的地位 所以他也确实呢 希望能够让出更多的机会给到国平去培养年轻的球员 那么除此之外其实啊包括上一届的押运会呢马龙当时已经是30岁左右的老将 那么当时他同样的也没有参加 那一次的押运会 所以其实综合各种迹象来看即便是马龙现在取得的成绩非常不错 状态也很好但是出于要培养年轻球员的这一点出发点来看的话 那么国平教练组这边呢 大概率还是会放弃马龙 选择让樊振东 王楚清梁静坤这些年轻的球员去参加本次押运会 所以可能对球迷来说呢多少是一个遗憾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尊重整个国平教练组的选择 因为呢马龙他也是从这条路走过来的 他当年能够参加押运会也是其他的一些老将 前辈的给他让路 所以我们呢也确实应该呢平常心去看待这个问题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是阿三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